《黑芝麻》 是众所周知的养生补品 现在就有一家糕饼店 研发出享誉拳台的黑芝麻糕 这Q软弹牙的丰富口感 甜而不腻的好滋味 以及代表富贵的古铜钱外形 短短时间内就跃升为高雄伴手里的人气首选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前进高雄左营 一起去品尝这红遍拳台 令人难以忘怀的好滋味 我家族对芝麻的源源 所以我从小是在芝麻堆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芝麻一个 互样的表现方式 因为人家对芝麻的传统的认知 它就是芝麻油嘛 它只能当配角 所以我想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 就是要让黑芝麻来当主角 店铺坐落在高雄左营 店内主打黑芝麻糕 强调用最天然的食材制作出最优质的点心 并一举越升为当地的人气店家 芝麻糕很简单 它就是芝麻加麦芽而已 所以对于它的品质 我们就不能含糊 因为我们又是用低运烘焙的 那低运烘焙的话 最主要条件就是必须要新鲜 所以我们的芝麻糕的展现就是 芝麻最原始的味道把它展现出来 用低运烘焙这样子 黑芝麻糕的制作工序 繁琐复杂 店家在食材挑选上更是用心 特别严选黑芝麻 搭配自家熬煮的麦芽 让乌黑的黑芝麻 有了透亮的光泽 独创的美味 吸引许多滔客前来选购 争相品尝这个 真材实料的好味道 原味芝麻糕是我们店里面 最受欢迎的热销的商品 那它的内馅是用黑芝麻加上 古法熬煮16小时而成的 那它的外圈皮有包裹黑芝麻粒 跟白芝麻粒两种口味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每一颗芝麻糕的厚度 都是1.3公分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特别研发出来 好入口的黄金比例 所以呢它吃起来外圈是酥脆的 然后内馅绵密 而且香甜不腻口 以我本身来说 因为我是比较燥热型的体质 那以往我以前吃过别家的 我发现我只要吃一颗 我就受不了了 因为我身体可能会马上有 比较明显的反应 然后自从吃了它们的之后 我发现好像真的跟别人的 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才每次到门市 我就会去注意看它们的介绍 畅销商品黑芝麻糕 一直以来就备受老涛喜爱 为了吸引年轻族群的消费课程 创办人特别结合了巧克力 推出黑芝麻可可 一推出就引起广大回响 苦甜巧克力与黑芝麻糕的绝妙结合 成就出难以言喻的绝佳口感 我觉得它们的产品很好 它们的东西很顺口 然后芝麻糕也不会绵牙 也不会那个也不很甜 反正吃了之后很舒服 所以说我就经常来这边 芝麻可可因为它是我们公司 就是从黑芝麻糕衍生出去的 另外一款的商品 我们的概念是用中心合并的一个概念 去做这一款离合 我们的黑芝麻油 白芝麻油跟苦茶油 都是用骨发冷压去制作出来的 它比较耗时费工 可是这样子会让客人得到安心跟健康 这是九品源一直以来的理念 店内的商品除了黑芝麻糕系列外 也推出苦茶油腌制梅果醋 即熬煮16个小时而成的 糯米麦芽等等的多元产品 店家始终坚持这种耗时费工的手工制成 就是为了让产品保有最健康原始的美味 并让每一位都能吃出健康好人生 不仅在芝麻糕上用心制作 店家也给予员工完善福利 及舒适的上班环境 我来在这家公司已经七年多了 对公司的凝聚的向心力团结合作 然后我们会完成我们公司所有的目标 对我们员工非常的注重健康 每年都会帮我们员工的身体健康检查 员工的聚餐啊一些活动 还有亲死一些自强活动 还有对国外的一些旅游等等一些的福利 都对我们非常的好 放眼未来 创办人陈经理 希望能够与员工携手合力 将芝麻糕推向国际 成为文明全球的高雄名产代名词 在台湾顶级黑芝麻的专门家 耶 在台湾顶级黑芝麻的专门市场里面 在台湾顶级黑芝麻的专门市场里面 在台湾顶级黑芝麻的地区 在台湾顶级黑芝麻的市场里面